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台中市乐成功今天举行汉西妈祖奖助学金颁赠典礼,由董事长郭松一颁给462名有良学生,他希望借此鼓励深深学子认真上学,也其免获奖学生要懂得感恩,回馈社会,立委黄国书,市议员和敏诚等人也到场鼓励学生。 岳成功说,为鼓励深深学子发挥努力不懈,奋发求学的精神,乐成功懂监视104年提议,秉承妈祖慈悲,博爱,既是精神,提供品学兼优的学生向助学金奖励对象包括东区汉西礼,乐成礼,全元礼,甘成礼,东英礼,东门礼,东兴礼,及时甲礼学生。 汉西玛祖奖助学金颁奖活动今年迈入第三年,申请人数持续扩大,也逐渐带动东区的向上向上风气。 这次共有462名学生获奖,国小151名,国中150名,高中38名,及大专院校123名。 不但减轻父母经济压力,也可鼓励学生用功读书,获奖的徐同学自幼父母利益,与父亲奶奶及弟弟生活。 但父亲工作不稳定,日子过得简铺倾苦,全靠奶奶省吃钱用抚养长大,徐同学克服贫穷困境努力上进,奋发向学,也常去社福机构担任职工关怀服务弱势租群。 毛病 毛病 毛病